有很多人在对中医经营批评的时候 说中医有很多东西有毒的 比如说乌头 父子这些都是有毒的 但其实在中国古代 不管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的医学里面 在用到这些药的时候 他们当然知道都是有毒的 第一 他要利用它的偏性 第二就是他有很多的炮制的方法 包括监筑的方法 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偏离它 或者是削减它的毒性 其实不管什么药 我们老人家也总说句话 叫是药三分毒 对不对 所以您刚才说到的就是 从小家里面这种监筑的方法 其实对于削减一些污头 这类的药的这种毒性是很有帮助的 对对对 它读到的一方面 读到一方面 那我们以前也探索这个问题 就是很多事情 它其实有一个所谓的口传心受的 这样一个必须 比如说我们学说话这个事情 是吧 其实学说话都是父母教的 都是幼儿园的老师教的 就口传心受嘛 你也不知道怎么你就会说话了 你也不知道为什么 你也没有这个逻辑 你就说的还挺好 对对对 我们天天学英语 后来我们在学校里学习 学了十几年的英语 是是是 到现在还不能讲 你到英国 你到美国去是吧 对对对 但是为什么一个文盲 在美国的一文盲 它也能说的一口流利的英文呢 对对对对 口传心受啊 对对对对 所以呢 就是我现在觉得说 这种口传心受的方法 很值得流传下来 但是你有没有反思 这一种的方法 有什么弊端没有 它有的东西的话呢 就是说有些东西的话呢 有不太困卸的地方 所以我们的话呢 在组传的这些东西里边的话呢 还是要向前走 那说到这个 从小的教育的时候 还是那个问题 经过多少年的培训 你们可以成为一个 就是说如果没有现在 新式教育的话 你就可以成为一个郎中了呢 也有你们祝福的经验 这样我们跟师父 跟自己的父亲 等那些的话呢 起码也要十年以上吧 十年以上 十年以上 就从五六岁开始 对五六岁开始 十五六岁 十五六岁 那你们是不是在学校里面 就已经可以给一些同学们 治一些病啊 比如谁算上上的东西 可以可以 像小同学有时候 有一些什么擦伤啊 被什么冲咬伤啊 这些东西 我们自己就知道 有什么药来对付了 就在操场旁边 对对对对 随便擦一把药就行 像我们这个就是在 北京的这个 家门口就采到的 就小区门口 小区门口就采到 你随便跟我讲讲 什么东西好不好 你看我们这个地方的话呢 明知大家可能都知道了 这个不是在北京 这个不是小区门口 小区门口能采到的 你看这一个 你拿起来一下 大家看到了吧 这叫做玄富花 玄富花看似野菊花 山野间院落旁 甚至于杂草丛中 总会找到它的身影 然而你能想象 就是这样 毫不起眼的 路边野花 却有着 七次回生的功效 那么 玄富花究竟 有什么神奇的功效 它究竟又该如何使用 才能发挥它 最大的功效 大家可能对它的认识 可能会前一点 因为家门口都有 就不是什么好用 实际上的话呢 它是一个好用 是点癌症的好用 是吗 什么癌症都有用吗 对 特别是对于消化道 对于生殖系统这些 效果都很好 怎么用这味药呢 是拿足水呢 达成将来浮在那个上面呢 这个足水就可以了 你将我们治疗一个肺癌的话 就是用足水来获得 真有效吗 这么难治的病毒 真有效 里面看到这一个东西 现在经过理确的研究 我参加了这一个 鲜花的研究 这个研究的话 证明在里边的话 有一个抗癌成本 很好的一个东西 叫什么呢 我们把它起来 起叫做鲜花树 嗯